写给新的一年 1997 又到了新的一年 一年年过得真快 转眼之间 四十多年就过去了 真让人不敢相信 在新年来临之际 本来该讲点凑趣儿的话 但我偏偏想起 自己见过的种种古怪事来 我小的时候 大概是六七岁吧 见过一件有趣的事 当时的成年人 都在忙着做一种 叫做超声波的东西 比我年长的人 一定记得更清楚 用一根铁管 砸出个扁口来 再在扁口的肩上 装上刀片 据说冷水 从扁口里冲出来 射在刀片上 就能够产生震荡 发出超声波来 而超声波 不仅能够蒸馒头 更能够使冷水变热 假如这种超声波 真能够起到作用 那么我们肯定 不会缺少热水 何止是不会缺少热水 简直是可以解决 一切的能源问题 那个时候 公共澡堂的浴室里 到处都扶着这种东西 去洗澡的时候 可要小心 一不留神 就会把屁股割破 水会因此变红 但也没因此变热 到现在 我们洗热水澡 还要用煤气来烧 看来 这种超声波 是起不了作用的 这也没有什么 奇怪的是 这件事就没有了下文 再也没有人提 好像是我自己 梦到了这种东西 就是这件事 让我感到奇怪 另一件事情 发生在二十多年前 当时我是个知青 从乡下回来 凌晨赶投一班电车回家 走到胡同口 那儿有一家小医院 在朦胧的曙光里 看到好多人 在医院门前排队 每个人都拎了个篮子 篮子里面 沉着一只 熊啾啾的大公鸡 当时 我以为那家医院 已经关了门 把房子 让给了情类加工厂 这些人 等着加工厂的人们 帮着他们载机 谁知 不是的 他们在等医院的人 把鸡血抽出来 打进他们的血管里 据说打过鸡血之后 人会变得精神百倍 烦恼还童 排队的人还告诉我说 在所有的动物当中 公鸡的精神最旺 天不亮 就起来打鸣 所以 注射攻击血 会有很神奇的作用 但我不明白 早起打鸣 有什么了不起 猫头鹰 还整夜不睡呢 那一阵子 每天早上五点钟 我准会被打鸣声吵醒 也不知道 是鸡打鸣 还是人打鸣 假如打鸡血 会使人精神旺盛 像一只公鸡 可能 他也会在五点钟 起来打鸣 这样就省了闹钟了 当然 这件事 也没了下文 忽然间 没有人在打鸡血 也没有人 在提起 打鸡血的事 又好像是我在做梦 假如 我不是从六岁起 就在做梦 一直梦到如今 这两件事情 就值得 在岁末年初时提起 我记得 人们一直在发明各种诀窍 利用它们 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 用小煤炉子炼钢 用铁管 做超声波哨子 用这种古怪的方法 解决现代工业 才能解决的问题 把鸡血打进血管 每天喝掉好几盆冷开水 早上起来 站在路边 甩手不休 用这种方法 解决现代医学 解决不了的问题 既然说到了甩手 就不如多说几句 有一阵子 盛传甩手治百病 到处都站着 甩手的人 好像一些不倒温 可能你也甩过 只是现在不记得了 突然间 就不让甩了 据说 有个恶毒的反革命分子 发明了这种动作 以此来传达 一种恶毒的寓意 让全国人民 都甩手不干了 现在最新的诀窍是 假如你得了癌症 不必去医院 找个大气功师来 他可以望空抓上一把 把这个癌抓出来 这些诀窍 在科学面前 只能用古怪二字来形容 但我说到的这些 还不是最大的古怪 最大的古怪 是在知识的领域里 不知道人们记不记得 文化革命里 有一个工农兵 学哲学的浪潮 据说哲学就是聪明学 学了哲学 人就会变得很聪明 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假如真能耐着性子 把哲学学会 人也许能够变得聪明一点 但是当时的人 学的并非是真正的哲学 而是一些很简单的咒语 和小诀窍 怀疑这些诀窍 是很不聪明的 你会被打成落后分子 甚至是反革命 我虽然很革命 但总不相信 这些咒语里包含了很多的聪明 不管怎么说吧 这种古怪 就这样诞生了 时至今日 文化人 总是在不断地发明 新的咒语和诀窍 每发现一个 就像电影 地雷战里面 那个反面角色 那样兴致冲冲地 奔走相告 地雷的秘密 我知道了 在这种 一惊二乍的气氛当中 我们知道了第三次浪潮 后现代 还知道了 不管说点什么 都要从文化的角度去说 只要从这个角度去说 那你 就是很聪明的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我对文化 浪潮等等 都抱有充分的尊敬 对哲学和文化 人类学 也很有兴趣 我不满意的 只是在知识领域里的 这种古怪现象 它和超声波哨子 打鸡血 是同一类东西 热起来 人人都在搞 过了之后 大家都会把它忘掉 到了最后 只剩下我一个人 记着这些事 感觉 还挺寂寞的 我说起 这些种种的古怪事来 总该有个结论 据我所见 诀窍和真正的知识 是不同的 真正的知识 不仅能够说明一件事 应该怎么做 还能够说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做 而那些诀窍呢 从来就是说不出为什么 所以是靠不住的 能够使人变聪明的诀窍 是没有的 倒是有一种诀窍 能使人觉得自己变聪明了 而实际上 却变得更笨 人应该记住 自己做过的聪明事 更应该记着 自己做的那些傻事 而更重要的 是要记住 今年自己 几岁了 别再搞小孩子的把戏 岁末年初 总该讲几句吉利话 但愿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能够远离一切古怪的事 大家都能够做一个健全的人 我实在是想不出 有什么话比这一句 更吉利的了 晚安 我想听你说 你是否还爱着我 我想听你说 你是否会忘记我 你不在乎 我最渴望的是什么 让我摸一摸 你的耳朵 谁爱着谁 谁就是谁的亏类 谁爱着谁 谁就是谁 谁忘记谁 谁就不会再流云 谁忘记谁 谁就不会再流云 你渴望你的笑容 还像花儿一样 让我再摸一摸 你的脸 我喜欢和你一起回忆 和你一起回忆 那个季节 那一刹那已经不是昨天 虽然我们还能够面 虽然我们还能够面对一遍 那是一件很幸福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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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个闷暖的春天 虽然已经过去了很末年 我会永远记住那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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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世界 就在那个闷暖的春天 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我会永远记住那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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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永远记住那个世界